徐玟 朕不知道以后 有没有机会再画画了 冬青 我让你失望了 这不怪你 也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老天爷非要让我们分开 不能在一起 明早 我就去军政府任凭他们处置 冬青 我不要你走 我不要你走 我必须这么做 我必须对我说过的话负责 我不能害了我家的机翼 这是我唯一能为家里做的事情 只是我没想到 你我刚成为父亲 就要天各一方 冬青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我们这么早就分开了 我不相信老天爷让我们历经磨难 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果 一定还有补救的办法 对不对 乌夏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自己 爹和娘年纪大了 你也要好好照顾他们 我能在走之前 拥有你这么好的妻子 在山上救我的时候 你那种永不放弃 除了爱 我对你还有一份敬佩 我为 由你这样的好妻子而自豪 你会不要 老天爷 我 不想拥有你 你会怎么办 不想拥有你 不想拥有你 老天爷 东青 安才 明天就是第三天了 他们一定不能把东青抓走 东青是我唯一的儿子 我可不能眼看着他们 把他送进大牢 这些我心里都明白 我在东青身上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我早就指定他是我唯一的继承人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被抓进大牢呢 让东青走吧 你会有办法的 救救儿子 救救咱们的儿子吧 梅姨 别这样 别这样 东青也是我的全部心血 难道我就不想救他 大哥 大哥 我什么都不想听 大哥 我想了很久 霍家的记忆 不能就这样毁于一旦 东青是我们霍家的希望 他绝不能坐牢 如果 必须有人对此负责的话 我愿意代替东青 不行 为什么大哥 我是心甘情愿的 这么多年来 你和大嫂对我这么照顾 我为你为这个家做点事是应该的 况且我无疾无子 一个人坦坦荡荡 毫无前过 老二 大嫂 东青还年轻 有大好前途 你忍心看着他去死吗 老红 你 大嫂 我心甘情愿的 我真本地为你 致致你服务 老二 老二 你的心意啊 我和你打扫领吧 可东青他是个成年人 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不能够 我也不允许 他躲在长辈的背后 不允许 况且 东青也一定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你即便是说服了我们俩 可你一定说服不了东青 大哥 好了 天色不早了 回去早点歇着吧 好吧 我先走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答应他 这么多年 你一直防着万红 难道他不是你的亲兄弟 亲兄弟 当年若不是我把他从狼群中领出来 恐怕他早就没命了 哪有今天 可你看一看 这么多年了 他哪一点记得这些呢 他嘴上虽然不说 可他心里边惦记着的 就是我们货家的家业呀 这要我活着 我绝对不会把这个家交给他 这个家除了东青 谁也别想打走 文才 你现在让老二去抵债 那我们在货家 可就没有地位了 东青这一辈子 也就无法抬头见人哪 我宁愿我的儿子抬着头去死 也不愿意让别人说我的儿子 是个懦夫 你 你说什么 你跟老爷说要替东青去坐牢 你疯了 他笑得出来 要是老爷真答应了怎么办 老爷子最爱面子 他绝对不会答应的 我这就叫做以退为进 将他一军 这点你放心 我现在想起来都还害怕呢 好在没事 想起东青 明天就要被抓去坐牢 我就开心得不得了 想想他出来了 他什么都没有了 我跟你说过吧 我说这个家早晚都是我们东康的 如果东青真坐牢了 恐怕这货家也得没落了 什么 那 那 那怎么办啊 还有我 你尽可放心过你姨太太 简衣玉食的生活 吓死我了 天什么时候才亮啊 天什么时候 吃饭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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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霍家的脸面 一人做十亿人丹 我绝不会连累霍家任何人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要好好照顾老爷夫人 知道 少爷 是 少爷 这可真是感人的一幕啊 看来今天大少爷是交不出货了 才会报定跟陈某走的决心 习听尊便 好 那大少爷 你多包含了 陈某得罪了 来人 把护我杜青带走 这边 杜青 杜青啊 杜青 梅姨 人要有骨气 说到做到 娘 杜保重 我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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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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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杜青 杜霞 杜霞 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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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久等了 女王陛下的像 我已经绣好了 请你过目 我说过 我不会让我的丈夫离开我 大少奶奶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巧夺天宫 唯妙唯孝 呸 东西我已经拿到了 我就不便多留了 大少爷 大少奶奶 有空一起喝茶 告辞 这下好了 大奶奶没事了 多亏少奶奶 不想 你没让我失望啊 爹 真好 这什么茶呀 烫不烫凉不凉的 快给我拿走 这茶呢不是那么喝的 要慢慢地品 才能领会其中的滋味 二姨她喝了那么多年 火家的茶 怎么今天才会觉得这茶味道不对呢 你别在这儿说风凉话了 我就奇怪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那天在大堂上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哼 好像你还为他们高兴似的 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唉 我怎么想的不重要 关键是看我怎么做的 怎么去走下一步棋 你怎么下棋我没看见 我就看见你怎么帮他忙了 你说一个霍东青还不够 又来一个游侠 本来以为一个乡下姑娘 她起不了什么风了 现在倒好 这霍家上上下下都围着他转 多恨不得踢到他身上去 一帮剪骨头 怪不得老爷说那句话 有本事啊 不怕人注意不到 唉呀 你和一个小姑娘致什么气呀 不过这个玉无侠倒是真不简单 别看她弱不经锋的 却是个有脑子的女人 让我霍万红佩服的人不多 她是一个 唉 听说玉无侠的娘和三妹也来北平了 什么 一家三口都来啊 嗯 好啊 来得好啊 你不是佩服她吗 你找她去啊 你要是有本事找她去啊 茶呢 快点 娘 娘 不想 娘 不想 娘 想死你了 娘 姐 三妹 娘 不想 娘 娘 来 来 来 爹 娘 娘 这次女皇画像的事啊 多亏了吴侠 是 她不仅帮东卿渡过了难关 还给我们霍家撑足了面子 是 吴侠 别傻站着坐呀 坐呀 坐 来 来 来 亲家母 这次来是游完还常住啊 啊 啊 拖着浩婷的音符 我们郁家的生意总算是有起色了 所以我心里也宽慰了很多 因为太想无暇和芷兰了 所以就带着红玉来北平看他们 那是 毕竟是一家人了嘛 不知亲家母找到合适的住的地方没有 哦 暂时还没有 我已经让芷兰去打听住处了 嗯 说不定 我们暂时 在浩婷的一位固有家里 先待一待 亲家母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况且我们早把吴侠当做自己的女儿了 现在局势这么紧张 我前天跟老爷商量过了 我们家在前门大街有两个厢房 虽然小了点 但也算干净 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 就先错个住下 这怎么好意思呢 哎呀 这又什么呀 都说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 哎 就怕你们住不惯北方的房子 啊 怎么会呢 行 就这么定了 才说啊 在 派人把前门大街的两个厢房收拾出来 请亲家母和三姚姐去住 知道了 大奶奶 啊 那我就 公庆不如从命了 啊 真是打扰你们了 哎 哎 吴侠 嗯 你娘刚来 今天那你就陪你娘吃饭 不用和大家一起吃了 谢谢爹 谢谢娘 姐 二叔 好 请见奶奶 您来了 我来看看吴侠 吴侠可是我们霍家的功臣哪 二叔过奖了 洪玉 来 见见二叔 二叔好 我是洪玉 二叔 那没什么事儿 我们就先走了 娘 走 嗯 先走了 嗯 娘 赵叔怎么样 挺好的 她可惦记你了 这么长时间没见 我还挺想她的 怎么会长得这么像 怎么会长得这么像 月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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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姐打电话来 说你娘来北平了 什么 来北平了 娘 快坐 嗯 娘 您瘦了 家里生意好吗 好什么呀 自从爹走了以后 那些无赖 老来家里要地气 娘说不过他们 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好 别提到胡说 娘 洪玉说的是真的吗 家里 家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家里的生意啊 总算是有起色了 你就放心吧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容易 不过娘看出来了 你公公婆婆 都挺喜欢你的 冬青呢 她也喜欢你吗 我听说她当初 并不是很同意这门婚事 新婚之夜 她都不在新房里 那现在呢 你们怎么样了 娘 我们挺好的 您放心吧 这么说 你们已经同房了 太好了 好好的 怎么摊了手了 没事 没事 没事吧 芷兰 我还有课 我先走了 芷兰这孩子 总是冒冒失失的 都收拾干净了 二小姐 去哪儿啊 好嘞 芷兰啊 芷兰 热乎的 丁晴 您再来啊 芷兰 热乎的 来吧 二小姐 来 来 来 我 二小姐 是你啊 给你 怎么样 没事吧 二 怎么喝那么多 那谁啊 我娘都不管我 你凭什么管我 我是你二叔啊 你 你是我姐夫的二叔 我不认识你 二小姐 你不开心啊 开心 我有什么不开心的 我多得说得多 我懂得有多 还有 我有什么不开心的 可是他们就是不理我 他们不喜欢我 谁不理你呀 你聪明 大方 有学识 为什么没有自信 为什么没有勇气和他说呢 你 你 以为他是我姐夫 我喜欢霍东青 你 你知不知道 你说 我哪一点不如他 可他就是不喜欢我 喜欢他 不要这样说 你什么都比他好 你模样比他好 身边见得比他多 而且 你是个善良的女孩子 总有一天 她会发现你的好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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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帮 卖帮 国家大少奶奶 亲自刺绣 比利时女皇相 许许如生 今已送往比利时 卖帮 卖帮 国家大少奶奶亲自 来 给我买份放 来 给 来 给 来 来 卖帮 卖帮 国家大少奶奶 亲自刺绣比利时女皇相 许许如生 今已送往比利时 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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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帮 卖帮 金菜 小车 小车 不要买了 金菜 大家都听着啊 今天找你们来 是有件事要宣布 这件事关系到货家的将来 所以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要给我听清楚了 我年纪已经大了 身体也大不如前了 货家迟早要有人接触来管的 前些日子啊 货家出了些事情 好在祖宗保佑 化险为夷 所以啊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把货家的新当家人推出来 是最好不过了 东青啊 你过来 爹把这个家 现在就交给你了 以后 你可要好好挑起货家的这个担子 你可不得了 不 爹 我太年轻了 过去爹的身体还很健壤 不要再说了 爹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人是要经过慢慢锤炼的 爹相信你 一定会做得很好 因为啊 你是我祸万财的儿子 来 不 爹 吴祥 你过来 给 来吧 当年我就是靠这块玉啊 积攒下了霍家的这份西叶 我和你娘都商量好了 如今这个家已经交给东青 这块玉就应该交给你来保管了 爹 乌侠 你是我们霍家的好儿媳妇 你为我们霍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这个应该属于你 乌侠 既然娘这么说了 你就拿着吧 来 拿着 来 来 来 娘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过几天哪 就要闹花灯了 我准备啊 在花灯节那天亲自摆宴 向北平的各界宣布这件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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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 请 请 来 请 里边请 里边请 好好好 好 里边请 里边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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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少爷 才说我还以为你从上海赶部来了呢 哎 这样的大事我能不来吗 不得太好了 来来来 罗少爷来了 看这花灯好看吗 好看 罗先生 喂 这么晚才来啊 小东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这不来了吗 刚才去哪儿了 罗先生好 也没好 小东哥 郭大哥 别好不好啦 爹已经等你很久了 走 好 走 走 各位 各位 今天呢是花灯节 我霍万才 特意请各位 来我家喝杯喜酒 是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 霍某啊 在江湖上打拼已久 应该歇息了 以后啊 我们霍家的生意 就交给我的大儿子霍东青 我呢 就在家想想清福了 希望各位兄弟们以后啊 多多指证我的犬子 有做的不对的 尽管批评 做的不周到的 请多多包涵 东青 敬各位叔叔伯伯们一杯酒 东青还有很多地方 要向各位长辈学习 闻才兄 东青年轻有为 你后继有人 真是好服气啊 来 来 我也敬大家一杯 干了 来 来 干 干 不在里面 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没意思 你怎么也出来了 我啊 刚刚多喝了两杯 出来吹吹风 小白 我只有啊 我离他们很远 但是我的家庭呢 又要求我 必须离他们很近 太深熬了 对了 你觉得吴侠怎么样 少有的好女孩 能和她在一起生活 是你的幸运 我也这么想 只想告诉你个秘密 我发现 我已经爱上她了 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 我会爱上一个 包办婚姻带来的妻子 但这一切 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你不知道她有多可爱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真替你高兴 你终于找到自己的爱情了 东卿 要好好对待吴侠 我知道 大哥 慢点啊 快点 东卿来了 东卿 怎么了 大哥 今天夜市上有花灯节 好漂亮 你带我和大嫂去看看花灯吧 是啊是啊 爹和娘都答应了 那好吧 就让人备车吧 一块去吧 不了 我还有事 你们去吧 那好吧 走吧 来来来 走 走喽 慢点跑啊 快走啊大嫂 小心台阶 走 走 你喜欢哪个呀 我喜欢这个 这个呀 喜欢这个 这个多少钱啊 两文钱 好 要一个 好嘞 您拿好啊 谢谢 来拿着 走吧 这边 快跑啊 来躲一躲 吴侠 你们在这儿别动 我把马车叫过来 我的花灯 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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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小朋友不哭了啊 别哭了 你们家里人的小朋友 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你们家里人呢 小朋友 东康 怎么样 摔着没有啊 别哭了啊 没事了 没事了 小四 怎么会是你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的 乌侠 我特地来北京找你的 你可跟我回去吧 乌侠 我找你好久了 在这儿等我 跟我回去吧 乌侠 小心乌侠 这边 乌侠 乌侠 小四 打高 打高 乌侠 乌侠 小四 乌侠 乌侠 小四 乌侠 东康 乌侠 乌侠 快走吧 乌侠 乌侠 快走 你们抓我干什么 快走啊 乌侠 快走 你们抓我干什么呀 你们抓错人了 乌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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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吓死人了 你看看 娘 没事 我是小英雄 小英雄个屁 你 告诉你啊 以后再也不许跟他们出去玩了 听见了吗 为什么呀 跟大哥大嫂出去 非常刺激 还有一个哥哥可厉害呢 一下子就把我抱起来了 什么哥哥 我不认识 好像 好像大嫂认识 她还说跟我走 跟我走 走哪儿去啊 我不知道了 后来我们就上车了 跟我走 好 儿子 你可是帮了娘的大忙了 真是娘的好儿子啊 真乖 再亲一个 说说吧 不知二奶奶让小的说什么 好啊 我给你提个醒 昨天在花灯会上 是不是你给东青他们驾的车啊 是小的 你看见大少奶奶跟一个男的说话了吗 这个 看见了 用得着我教你怎么办吗 二奶奶 我也不能说 大少奶奶跟那男的就有什么吧 再说二爷也没吩咐 听二爷的就不听我的是吧 小的不看 去 把那个野男人给我找着 我要让你们二爷知道 我也是有脑子的 还不快去 是 小的这就去 春秀啊 春秀 二奶奶 来 您找我啊 东康呢 东康在后花园玩呢 去把他叫来 我带他呀 给他爹请安去 是 爹 昨天张伯伯给我介绍了一笔南方的生意 货量很大 刚好补上了我们在东北的损失 我觉得不错 所以想听听爹的意思 好 坐 这个事你是怎么想的 好 从现在的情况看 日本人囤兵关外 看来这仗迟早是要打的 够东西 这些小日本 所以我看有两点 第一 我们要逐步打通南方的生意 把我们的工厂开到南面去 这样万一战事一起的话 我们就不用怕了 嗯 第二 我们要提高纺织的工业化程度 虽然上一次的火灾是因为机器的问题而引起 但是我认为这条路不能变 现在已经是工业化的时代了 东青啊 我把这个家都交给你了 理应由你自己来做主 但是我得说一句 大清朝的时候就开始说洋人 一直说到现在 怎么样呢 咱们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洋人的身上 你看那个大师呢 原来有多少咱们中国人的店铺啊 现在可得好 都成了洋人的天下 你爹我能有今天啊 全凭江湖上的一个义字 东青啊 我知道你是留过洋的人 但是爹还是跟你说一句 中国人就得用自己的玩意儿 手上得有绝活 我说的你明白吗 这些我都记住了 爹 爹 爹 我帮你回去吧 爹 舒服了吗 舒服了 儿子 还是你好啊 来 让我站一下 儿子 去看花灯了 去了 好不好看 好看 嫂子还给我买了这个 花灯好看是好看 可是我们大少奶奶呀 好像比花灯还要好看呢 哦 没什么 只不过在灯会上 看到一个以前的朋友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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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 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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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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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被冤枉的 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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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一起 老队 和你同向 小四 小四 是你吗 老队 和你一起 多是你 shorter 和我 高救 Vers... 大员 武侠 武侠 你怎么一个人 跑到这种地方了呀 你看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武侠 你刚受了惊吓 身子还有些烫呢 要不要看大夫啊 没事 东卿 千万别让爹娘知道 免得他们担心 有些事情 我本来应该告诉你的 这是我怕 没事的 如果我早点看到你心思的话 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花灯会那天 我看见小四了 我眼看着他被军警抓走了 小四 他叫李德发 那个时候他们家里很穷 我们两个从小就是好朋友 他也帮了我很多 其实要不是他 我也不会嫁到霍家 为什么 那个时候 我爹刚刚去世 我觉得 是我害死了我爹 可是小四告诉我 要做新女性就要站起来 就要往前走 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要对家庭负责任 有时候 我觉得小四 好像就是我的哥哥一样 我们从小在一起 什么都不分 没有那么多顾忌 听你这么说 他这个人应该不错 东卿 小四他不是乱党 你说他会不会已经 不要胡思乱想了 这样吧 明天呢 我就托人想办法 帮你找找他 东卿 谢谢你 少爷 药好了 来 先把药喝了 小翠啊 你吩咐一下厨房 炖点鸡汤给上来的 是少爷 小翠儿 二姨太 忙什么呢 我们大少奶奶 这几天身子不太好 我给她送点鸡汤过去 二姨太有什么吩咐吗 没事没事 忙你的去吧 大少奶奶过来这段日子 把你忙坏了吧 可不是吗 大少奶奶人倒是好 就是来了咱们霍府啊 事情是一档子接着一档子 真让人有点吃不消 大少奶奶过来这段日子 哎呀 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哎 你知道大少奶奶是什么人吗 不是苏州玉家的大小姐吗 不仅如此 我还听说呀 大少奶奶出生那会儿 有个算命的先生 算了他能克死他爹 这玉老爷一害怕 就把他送到牛关去了 可是他呢 又不敢寂寞 自个儿从山上跑回来了 结果他一下山 玉老爷 立马归了西 所以这苏州城里的人哪 他们都知道 这个玉乌侠 是个不祥之人 二姨他 您可别吓我 少爷待在咱们家 会不会也 我少奶奶人这么好 我怕的就是这个 你说他人再好 我们也不能陪着他 一块去死啊 是不是真的 那要不要告诉大少爷啊 没用 大少爷是刘洋回来的 再说他这么喜欢大少奶奶 你说他能信吗 那可怎么办啊 哎呀 小翠儿啊 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好姑娘 要不这么的 你帮我密切注意大少爷的行踪 一旦有什么情况赶快告诉我 我再来想办法 明白吗 嗯 这个 我可是为了大少爷好 为了这个家好 嗯 二姨太慢走 好 先会儿吧 不用这么辛苦的 七七四十九针的针法 是要一气合成的 最近功课疏忽了 手头都慢了 不听使唤了 哎 怎么样 没事吧 我想 您是不是还在挂您 小四的事啊 嗯 在北平城里找个人 不是那么简单的 人我都已经派出去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 没事的 对了 这些都是什么 我一点都看不懂啊 这些呀 就是刺绣的针法 少爷 鸡汤已经炖好了 好 来 先把鸡汤喝了 待会儿再继续吧 来 好 二爷 李娃 什么事啊 二爷 您还记得那天我跟您提起过 华丹慧的事情吗 华丹慧 哦 你说玉武侠他 没错 二爷 这事儿二奶奶也知道了 她还让小翠儿偷了大少奶奶的一份手渣 模仿上面的笔记 伪造了一封书信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 这些事儿 都是二奶奶让我经手办的 二爷 咱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不 什么也不要说 什么也不要做 在二姨太面前 千万不要提 我知道这件事 我只要好好看出戏 就行了 明白吗 明白了 二爷 这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净受你们霍家的好处了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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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带上来 是 好 你们慢聊 我还有点事儿 您请 您请 走 你 您 您谁啊 小的刘安 是霍家的下人 今儿啊 是大少奶奶让我来找您的 是吴先生来救我的是吧 吴先生好吗 她怎么样了 能好得了吗 你也知道 我们霍家在北平 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 这大少奶奶嫁到我们霍家 可不比平常的人家 这平时说话办事都要考虑再三 万一走错了一步 或出了什么岔子 这大少爷都帮不了她 都说我不好 我当初就不该让她嫁过去 大少奶奶啊 心地善良 人又那么知书达理 不过 大户人家有大户人家的难处 这人太善良 容易被人欺负她 有人欺负她 刘爷 刘爷我求求你 你带我去剑她好吗 剑总是要剑的 不过不是这样的剑法 你还是先看看这个 无瑕自上 六爷 六爷这是真的吗 嗯 可是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呢 没有别的 大少奶奶啊 对刘安好 刘安记在心里呢 刘爷 我跟乌侠会记忍你一辈子的 麻烦你回去之后告诉乌侠 到时候我一定按照 心里说的地方等她 少奶奶请啊 今儿啊 厂子里来了几位客人 他们都听说了少奶奶的名气 所以想见见您 大少爷就让我给您在戏楼订了戏票 说是在戏楼等您一起看戏 可是 东卿少爷一向很少听戏啊 少奶奶 您是不知道 现在世道这么乱 做生意难呢 大少爷要是不应酬的话 咱们货家哪有生意可做啊 你说是不是 少奶奶请 少奶奶 哎 怎么不是财叔 哦 哦 哦 少奶奶 三叔今儿有事 大少爷是特地派人来接您的 您就放心吧 少奶奶 时候差不多了 哎 走吧 哎 驾 驾 驾 少奶奶慢走 驾 驾 是 是 是 停车 师父 你把车停下来 师父 把门打开 你要对你刚才说的话负责任 这事关系到咱们霍家的名誉 难道我还能毁了霍家 我是亲眼看见大少奶奶在那儿上了马车 而那辆马车的确不是我们霍家的 老爷 闭嘴 你确信 我敢拿姓名担保 大少奶奶去哪儿了 老爷为你话呢 今儿晚上掌灯的时候 刘安来过 他说大少爷在龙凤戏院 给大少奶奶订了戏票 大少奶奶才出去的 刘安 刘安 老爷 大少奶奶和大少爷一起去开戏 这可不是东青的做派 老爷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的不知当奖不当奖 说 你这儿哪儿来的 少奶奶的确是被人接走了 而且还是小的安排的 什么 什么 借责少奶奶的人叫李德发 他们从小一块长大 所以 你 你胡说 你胡说 老爷说话轮得到你问吗 刘安 接着说 他们就给了我这些金票 知道大少爷今晚在厂子里有事 就买了通筹码头的船票 预备着一起 老爷 老爷 这事得问清楚啊 吴侠他到底 大哥 吴侠不像这样的人哪 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这会儿应该在路上 好 好 算我凭什么又亏待你 我现在不追究你的责任 你去带着人 一定把他们给我追回来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明白吗 是 不不 走 老爷 老爷 他们栽赃 他们诬陷 大少奶奶冤枉 大少奶奶冤枉啊 他们栽赃 他们诬陷 滚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老爷 大奶奶 舅舅少奶奶 舅舅少奶奶呀 老爷 胡侠 胡侠 小四 怎么会是你啊 不是我还是谁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啊 不是你约我来的吗 我 我约你 哎呀 好了 好了 不要管是你约我还是我约你了 没时间了 咱们赶紧走啊 走 哎呀 你放开我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哎呀 只要咱们能在一块儿去哪儿都行 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是东卿的妻子 我不会和任何人走的